有一件事 虽然我们不能说它是什么太过光彩的事情 不过倒算是一个马来西亚建国那么多年以来的记录 那就是在华尔街呼风唤雨 傲视全球金融市场的业界龙头高盛集团 现在仿佛是 竟然是被我国逼得要出来道歉 那高盛跟1MDB的丑闻 我相信他们之间有的关系 我相信大家之前也略有所闻 最近财政部长林冠英在接受外媒访问的时候 就质问高盛 说他们的良心去了哪儿 他们令到我国遭受巨大的损失 如今又好像想要拍拍屁股 就把责任完全推卸掉 推给几个人 几个违规的银行家 想要逃避那个黑锅 林冠英就认为高盛不管怎么说 都必须面对现实 不要再装无辜了 那我们也不知道 是不是要回应林冠英的那番话 高盛集团的CEO大卫索罗门今天就向大马人民道歉了 同时也强调他们是被骗的 是被误导的 大家必须知道 索罗门早前的态度是很硬的 他坚持说高盛在伊玛案件当中没有犯错 还说外界对高盛的所有批评 对高盛来说都是不公平的 如今他愿意道歉 看来他的态度是放软了 他说很明显大马人民被很多人欺骗 包括前政府高官 不过高盛的这番道歉 他的诚意够吗 就见仁见智了 有人解读说 索罗门讲话那个字里行间 你看还是要把责任推给别人 根据法新社引述 索罗门他的话是这么说的 高盛为他们前董事莱斯娜 在这场骗案当中的角色 向大马人民道歉 他也重申高盛集团 是被这位莱斯娜和大马政府高官所误导的 所以你看他口口声声 还是把手指指向别人 顺便跟大家温习一下 他口中的那位莱斯娜 是高盛集团东南亚的前负责人 是1MDB丑闻当中的一位核心人物 他已经承认他犯法了 同时还同意说他会归还 价值4370万美元的不义之财 另外1MDB丑闻里头的另外一位核心人物 前首相纳吉对于这件事呢 他是直接把球推回给高盛集团 他说照顾伊马发展公司的利益 本来就是高盛集团的责任 其实在这件事情上 很多人都想把责任推开 推得一干二净 你推给我 我再推回给你 无论如何 所罗门还提到呢 其实1MDB案件对高盛的业务 还有他们顾客的影响并不大 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影响 而当然如果你要说声誉的话 确实受到一定冲击的 而要是我们去翻看最近的数据 第四季度财报出炉了 你看到2018年高盛全年的利润呢 是创下了历史新高 果然如他所说的那样 简直是应该没什么影响 真的微不足道 高盛的股价713也因此大涨9.5% 创下了2008年12月以来 最佳的季报后单日表现